材料清单,糯米粉250克,凉开水270克,黄豆面100克,红豆沙400克,油抹炭又烧去,黄豆面铺在烤盘上,烤箱180度,烤15分钟,微微变黄即可,没有烤箱的,小火炒熟即可,我会多做一点留着做清风什么的,有同学问怎么自己的烤糊了,每个人烤箱火力不同,铺的粉的厚度也不同。 包括烤盘不够也会有影响,时间和温度只是参考,要观察上晒情况,中间拿出来翻动一下,不要等变成飞褐色才拿出来,变褐色就已经烤过了,糯米粉加入凉开水,搅拌均匀,呈厚厚的面糊,面糊流动性很好,盖内抹油,将面糊倒入盆中,盖水上蒸锅,水开继续大火蒸20分钟,将烤熟的黄豆面, 铺附在案板上,将酥黄豆面散在面团上,擀开成长方形,抹上一层红豆沙,卷起层卷,不要卷得太大,一般个多时切块以后,正好可以一口放嘴里的就是适合的大小了,接口朝下放置,切断儿,成爬就可以吃了,如果面皮还有富裕,也可以把豆沙搓成圆柱形,用面皮直接包住, 这是另外一种整形办法,小切式不要让面团太凉,接口不容易沾好,如果是卷卷儿的包法,豆沙可以稍微湿一点,容易涂抹,如果包住儿就要干一点方便整形,当然,用是瘦的红豆沙也没问题,尽量涂抹均匀就好了, 最好是现做现吃,尽快食用完,实在吃不完的等落过多的黄豆面,然后装保鲜膜蜂,避免糯米皮变干